年月 流雨線 點飛過 但你的手 從未 未開過 看春光 看燕陽 看白熱 看冰河 未有手 終終夜 扶持出口 不再記清楚 你已經相信我 你心滯 怯浴 如海沙河 某的 不再記清楚 黑烈 鏡頭爵 圍牙 不再暴 即暴 光 真正 心滯 光 秋 夏 側光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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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狂風暴浪,我們都有盼望、有力量 願意你的說話再一次鼓勵我們、建立我們、造就我們 還有有需要的地方來拆毀我們 我們仰望你祈禱在封耶穌基督得聖父會的名球,阿門 請Vidia帶領我們讀詩篇 詩篇139篇13至24節 我的肺腑是你所做的,我在武福中你以福備我 我要請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為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深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處被聯絡 那時我的形體並不向你隱藏 我未承認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 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賊上了 神我,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 何其妙,何等眾多 我若數點,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時候,迎和你同在 神我,你要殺陸惡人 所以,你們好流人,好流人血的 你開我去吧 因為他們雪的惡言頂撞你 你的仇敵,有妄清你的名 耶和說,恨惡你的,我豈不恨惡他們 攻擊你的,我豈不爭賤他們 我徹徹地恨惡他們,以他們為仇敵 神我,求你監察我,知道我的心思 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裏面有什麼惡幸沒有 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 親愛天上的阿爸父,我們讚美你 我們敬拜你,我們仰望你 因為你是那個做我們的天父 主呀,我們在武福之中 你已經知道我們,你已經浮避我們 主,我們要清謝你 因為我們的受造,我們被揀損 都是神你自己的定義 都是你自己奇妙的作為 神啊,我們暗中受造 神啊,我們在地的深處去被聯絡 我們的形體,並不能夠在你面前隱藏 主呀,我們所未過的日子 你一一都已經數算 我們頭上的法師,你已經知道 沒有一條可以跌下來,如果不是你的心意 主呀,我們的生命已經寫在你的生命冊上 主,我們要讚美你 主呀,你向我們的意念是何其寶貴 好像海沙那麼多,我們沒有辦法去數得清 主呀,我們讚美你 因為神啊,你實在愛我們 主呀,雖然在我們的環繞 有北風,有巨浪 但是我們不怕,因為神你一定會帶領我們經過 主呀,我們雖然用言語去頂撞你 他也要網清你的名 但是神啊,他們在你的眼中都是微小微不足道 神啊,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要謙卑 我們要敬拜 因為神啊,你已經知道我們 你監察我們 如果我們心裡仍然有其他的思慮 求主你去幫我們去拿去 讓我們一心一意 單單仰望你 我們的敬拜 我們的仰望 是奉我主耶穌基督得聖復活的名義寇 聖王記下9章14至10章31節 寧氏的孫子約沙發的兒子耶護 就背叛了約蘭 當時約蘭率領全體的以色列人 在激烈的拉抹去防備這個雅蘭王哈舌 但是他在和哈舌交戰的時候受了傷 就回到耶穌烈養傷 耶穌這樣對他的軍將和熟客這樣說 如果你要我做你們的王 這個是合你們的心意的時候 就不要容許任何人逃出城 去到耶穌烈去報信 於是耶穌就坐著了車去耶穌烈那裡 因為以色列王約蘭是病我在那裡 猶大王阿哈舌就已經去那裡去探望他 有一個守望的人站在耶穌烈的樓上面 見到耶穌帶著一群的人來到 就說 我見到一群人正著向我們這個城來到 以色列王約蘭就說 你打發一個騎兵去迎接他們 問一下他們是不是因為平安而來 騎馬的就去迎接耶穌 去問 以色列王問你 你是不是因為平安而來的 耶穌就說 這個和你有什麼關係呢? 你跟著我後面 守望的人又說 使者去到他們那裡 但沒有回來 以色列王又打發一個騎兵去到耶穌那裡 這個人去到他們那裡的時候就問 王問你 你是不是因為平安而來的? 耶穌就說 平不平安與你河干? 你跟著我後面吧 守望的人又說 使者去到他們那裡 但沒有回來 而且耶穌的馬 兵馬 說得非常之趕緊 好像是靈氏的孫子 耶穌的趕法 約蘭就吩咐人說 預備車 於是人就為約蘭去預備車 以色列王約蘭和猶大王阿哈姐 就各自坐自己的車出去迎接耶穌 在耶斯列人 拿伯的田那裡遇到他 約蘭見到耶穌的時候 就問耶穌 耶穌啊 你是不是因為平安而來呢? 耶穌就說 你的母親耶穌的淫幸邪術這麼多 這個國怎麼會有平安呢? 約蘭轉車就逃跑 然後向著阿哈姐大叫 阿哈姐耶穌反啊 耶穌就開弓射中約蘭的背部 那個箭從他的心那裡穿出 約蘭就跌倒在車上面 耶穌對將領不甲地說 你去將約蘭丟在耶斯列人 拿伯的田那裡 還記不記得啊? 你和我一起駕車 跟隨他父親阿哈的時候 耶穌說 曾經預言阿伯的事這樣說 我昨天看到拿伯的血和他種子的血 我一定會在這塊田上報應你 這是耶穌說的 現在你要照著耶穌的說話 將他拋在田裡 由大王阿哈姐見到的情況 沿著通去巴哈桿的道路逃跑 耶穌就在他後面追趕 而且大叫的說 射死他 他們就在二百年附近的 孤爾波那裡射傷了阿哈姐 阿哈姐逃到米吉多的時候 就傷寵身亡 他的神伯用車將他的屍首送回耶路撒冷 將他葬在大衛城 他自己的墳墓那裡 與他的列祖同葬 阿哈姐登基做尤大王的時候 是阿哈的兒子 約蘭執政的第十一年 耶穌到了耶斯烈 耶洗別聽見這個消息 他就擦粉梳頭 由窗戶那裡往外去觀看 耶穌進門的時候 耶洗別就高聲地叫 謀殺主人的心理 你是不是因為平安而來呢 耶穌抬頭就向窗那裡觀看 就問 誰是順復我擁護我的 於是就有兩三個太監 在窗戶往外去看他 耶穌就說 把這個女人扔下來 這兩三個太監就把耶洗別扔下來 他的血就淺在牆上和馬上 耶穌的馬車就展過耶洗別的身體 耶穌入城 大吃大喝 然後就吩咐說 你們將這個被咒做的婦人去埋葬 畢竟她都是黃的女兒 他們就去埋葬她 但是只是找到耶洗別的頭骨 她的腳和手掌 他們就回去告訴耶穌知道 耶穌就說 這個政要是應驗耶和華 藉著她一伯人提斯給人以利亞所預言的說話 她會在耶穌烈的田間 狗一定會吃耶洗別的肉 耶洗別的屍首一定會在耶穌烈的田間 好像分土一樣 甚至沒有人能夠認得出 這個就是耶洗別 阿哈有七十個兒子在薩瑪利亞 耶穌就寫信送到薩瑪利亞 通知耶穌烈的首領 就是長老和教養阿哈眾子的人 她就是這樣說的 在你們那裡 既然有你們主人的眾子和兵馬 器械去堅固成 他們接了這一封信 你們接了這一封信 就可以在你們主人的眾子裡 去選一個賢能的 合適的 使得她坐她父親的王位 你們這樣也可以為你的主人的家去爭戰 但是這些長老就非常之懼怕 他們彼此地對話地說 兩個的王 以色列王和猶大王 在這個人的面前都站立不住 我們怎麼能夠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呢 家宰、宮廷的一宰和長老 還有教養這個七十個眾子的人 就打法人去見耶穌這樣說 我們是你的仆人 凡你吩咐我們的 我們一定會進行 我們都不會拿誰做王 你看看怎樣好就怎樣做 耶穌又再寫信給他們 如果你歸信我、聽從我的話 明天這個時候 要將你們的主子、眾子的首級 都帶到耶穌列來見我 那時候 王的眾子七十人 都是住在教養他們城中的尊貴人的家裡 信一道 這些人 就將王的七十個兒子殺了 將他們的首級放在一個樓裡 送到耶穌列耶穌那裡 有使者來告訴耶穌知道 他們已經將王的眾子的首級都送來了 耶穌就說 將他們的首級在城的門口 堆出兩堆 放到明天 翌日的早晨 耶穌就出來 站在那裡對眾文這樣說 你們都是公義的 我背叛我的主人 將他殺了 但是這些人 是誰殺的呢? 由此就可以知道 耶穌華指著 雅哈加所說的話 一句都沒有落空 因為耶穌華藉著 他的仆人以利亞所說的話 都成就了 凡是雅哈加在耶穌列所剩下的人 和他的大神 物友 祭師 耶穌盡都殺了 沒有一個人留下 耶穌起身 去到薩瑪利亞 在路上 木人 剪陽木的地方 他就遇見了 猶大王 阿哈姐的弟兄 就問他們 你們是誰 阿哈姐的弟兄 就回答說 我們是阿哈姐的弟兄 現在要下去 向王和太后 和他的仲子去問安 耶穌就吩咐人說 活足他們 跟從的人 就活足阿哈姐的弟兄 將他們在薩 剪陽木的地方 坑邊 總共有四十二人 殺了他們 沒有一個留下 耶穌就在那裡繼續前行 剛好就遇到離甲的兒子 約拿達去迎接他 耶穌就問許安 對他說 你是不是誠心代我 好像我誠心的代你呢 約拿達就回答說 是 耶穌說 如果是這樣 你向我伸手 約拿達就向他伸手 耶穌就拉他上車 耶穌說 你跟我一起去 看看我怎樣為耶穌華發熱心 於是就請他坐在車上 到了薩瑪利亞 他就把薩瑪利亞的阿哈家 正低的人都殺了 直到滅盡 正如耶穌說 對以利亞所預言 耶穌 焦聚眾文對他們說 阿哈 去釋放巴力 都還未夠熱心 耶穌 我 是會更加熱心的 去釋放巴力 現在我要為巴力獻大祭 你們去叫巴力的眾先知 和一切拜巴力的人 將他們帶來我這裏 不可以缺少一個 凡不來的都不能夠存活 耶穌這樣做 是要用他的方法去殺盡 拜巴力的人 耶穌就說 要為巴力去宣告嚴肅會 於是他們就這樣去報告頒布 耶穌去猜派人走遍以色列的全地 凡拜巴力的人都來齊了 沒有一個人留下 他們入了巴力廟中 從前邊到後邊都站滿人 耶穌就吩咐掌管禮服的人說 拿些禮服出來 給一切拜巴力的人去穿 他們就拿了禮服來給他們 耶穌和利甲的兒子約拿達 入了巴力廟對拜巴力的人說 你們看看 在這裏不可以有耶和華的仆人 只是留下拜巴力的人 耶穌和約拿達進去 獻平安祭和凡祭 耶穌先安排八十人在廟外 吩咐他們說 我將這些人交在你們手裡 如果有一人是逃脫的 誰的命都不能保留 耶穌獻完凡祭之後 就吩咐護衛兵和眾軍長說 你們進去殺光他們 不可以用他們一個人出來 護衛兵和軍長就用刀殺光他們 把他們的屍首拋出去 去到巴力廟內殿 把巴力廟中的柱象都燒了 毀壞了巴力的柱象 也毀壞了巴力廟 讓它成為了廁所直到今天 這樣耶穌在以色列 就滅了巴力 只是耶穌不能離開尼伯的兒子耶羅波安 使以色列人陷許罪忠 就是拜伯特利和旦的金牛毒 耶穌對耶穌這樣說 因為你做我眼中行為正的事 就是照我的心意去代阿哈加 令到他的子孫去滅盡 你的子孫一定會繼續去坐以色列的國位 直到四代 只不過耶穌沒有盡心去遵守耶穌華 以色列神的律法 他沒有離開耶穌波安 令到以色列人去拜這些金牛毒的罪 親愛主 我們看到上帝你透過耶穌所做的 就是要去拆毀巴力 拆毀拜巴力的人 主是因為在神利的眼中 這些偶像 所有一切的偶像 都是神利所不喜悅的 所有一切來跟隨偶像 拜其他外邦的神的人 你都會追討 你都會去刑罰 神啊 我們在耶穌的身上 我們看到你使用祂 來將這些巴力去插位 同時間 本身你都是想繼續祝福祂 但是因為祂沒有離開 拜金牛毒 這些另一些地方 神利所不喜悅的 以至到你的應許 不能夠完完全全的 來實現 在祂的身上 神啊耶穌給我們的提醒 就是一方面我們要來面對這個罪惡的世界 要去逃避 要去插毀魔鬼撒旦的作為 另一方面我們都要警醒 緊守 因為我們不小心的時候 我們自己仍然會有機會 跌落魔鬼的陷阱 跌落它的圈套當中 求神幫助我們 去警醒 去緊守 不要看高自己 不要以為自己已經是沒有問題 我們其實仍然是很軟弱 我們仍然是很容易跌倒 我們稍微不去依靠你的恩典的時候 我們就會離開神利自己 所以神啊 求你的聖令繼續扶持我們 參負我們 好像詩篇所說的 讓我們看到 神你是很樂意 和我們同在 好樂意 和我們同行 你是那位無所不在的神 所以就求你 叫我們什麼時候軟弱 什麼時候跌倒 我們就在那裡去回轉 去歸向你 幫助我們 祈禱奉耶穌基督得聖 復活的名求 阿們 《少神傳》十七章 寶羅和西拉經過 阿波羅尼亞來到貼薩羅尼加 在那裡有幼兒的回頭 寶羅照他掃上的規矩盡去 一連三個安息日 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 講解陳明 基督必須受害 從死裡復活 又說 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 就是基督 他們中間 有些人聽了勸 就父從寶羅和西拉 並有許多 乾淨的犹太 希利利人 尊貴的婦女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 心裡疾到 招聚了些市井匪裡 踏火成群 聳動合成的人 闖進耶穌的家 要將寶羅、西拉 大到百姓那裡 找不著他們 就把耶穌和幾個弟兄 拉到地方官那裡 喊叫說 那搞亂天下的也到這裡來了 耶穌收留他們 這些人都違背該殺的命令 說另有一個人 另有一個王耶穌 眾人和地方官聽見這話 就驚慌了 於是取了耶穌和其餘之人的寶藏 就釋放了他們 弟兄們隨即在夜間 打發保羅和西拉往比利亞去 二人到了 就進了猶太人的會堂 這地方的人 然於貼薩羅尼加的人 甘心領受這道 天天查考聖經 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 又有欺利利尊貴的婦女 男子也不少 但貼薩羅尼加的猶太人 知道保羅又在比利亞全神的道 也就往那裡去 聳動擾亂眾人 當時弟兄們便打發保羅往海邊去 西拉和提摩泰迎處在比利亞 送保羅的人帶他到了雅典 既領受了保羅的命 叫西拉和提摩泰逐到他這里來 就回去了 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 看見滿城都是偶像 就心裡著急 於是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乾敬的人 並每日在史上所遇見的人辯論 還有以比古羅和士多阿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 有的說這胡言亂語的要說什麼 有的說他似乎是傳說愛邦鬼神的 這話是因保羅傳說耶穌與復活的道 他們就把阿略巴古說 你所說的這身道我們也可以知道 因為你有些奇怪的事傳到我們意 我們願意知道這只是什麼意思 保羅站在阿略巴古當中說 眾位雅典人 我看你們凡事 肯敬為鬼神 我遊行的時候 觀看你們所敬拜的 遇見一座壇 上面寫著未識之神 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 我現在告訴你們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甚魔 自己倒將生命 氣息 萬物 刺給萬人 他從一本 做出萬俗的人 住在全地上 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連限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們尋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我們生活 動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們作詩的 有人說 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我們既是神所生的 就以為神的神聖 像人用手藝 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 神並不鑑賊 如今他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 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 按公義審判天下 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 給予可信的憑據 眾人聽見從死裡復活的話 就有機哨他的 又有人說 我們再聽你說這個罷 於是保羅從他們當中出去了 但有幾個人貼近他 信了主 其中有阿勒巴古的官 調尼修 並一個婦人 名叫大馬里 患有別人 一同信蟲 創天造地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 我們讚美你 感謝你 因為你不是人手所造 好像那些希臘人拜的偶像 那些不能夠認識的神明 他們根本就不認識他們 所有的外邦神像都是人手所造 但神啊 你卻是那個創天造地 給人有生命氣息 萬物 賜給人的神 主 我們多謝你 主 多謝你願意去尋求我們 多謝你 你知道我們的生活動作傳流 多謝你 你願意使用保羅 西拉 提摩泰 去到各處 去將你的福音傳揚 讓更多人去認識你 主 我們感謝 讚美你的救恩 我們願意繼續去服侍你 好像你的門徒 使徒一樣 多謝你 聽我的討告 奉主的命 多謝你 聽我的討告 奉主的命 請Vilia 讀鐘演 你開麥克風 詹言十七章 二十七至二十八節 寡小言語的 寡小言語的 有知識 聖情溫良的 有聰明 如未人 若靜默不言 也可算為智慧 閉口不說 也可算為聰明 親愛主 我感謝你 你在這段金句 奉言中提醒我們 我們在這個世界當中 我們現在很容易不斷地說很多說話 要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要讓別人聽到我們的看法 但你的說話 它是提醒我們 我們不一定是這樣 我們是有情況下 寡小言語的 是有智慧 那些愚昧的人 當他們靜默 亦都可以算為是有智慧 神啊 求你叫我們知道 我們閉口不言 其實都是從你而來的智慧 聰明 求神你帶領我們弟兄姊妹 在生活的當中 我們有分辨的力量 有屬靈的智慧 知道什麼時候去說話 什麼時候要保持沉默 心裏面要為不同的事來祈禱 最重要的就是你叫我們有一個 溫順善良的心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背後有聰明的智慧 是從主來而來 求你帶領弟兄姊妹 我們今天的生活 祈禱為封義 所以基督復聖復活的名求 阿門 我們再用少時間思想這段經文 我們待會請Villian結束祈禱 OK OK 請Villian帶領我們結束祈禱 好 天父 感謝你讓我們 早晨起來有生命有氣息 感謝有賴牧師和師母天天帶領我們 去讀神你的話語 是 餵養靈良 藉著祈禱祈禱祈禱 和提醒 讓我們有更大的力量 去迎接新的一天 更有力量去走前面的路 求神你保守帶領我們 可以堅持直到完成整本聖經 Amen 每天 都奏夜思想你的話語 勇行動 去成就 你愛的使命 Amen 將我們自己成為別人的祝福 奉主耶穌基督得聖命自己祈求 Amen Amen